1915年 20岁的徐悲鸿 只身一人来上海打拼 那时他的父亲 因病刚去世不久 因为找不到工作 徐悲鸿感到 自己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甚至准备跳入黄浦江中 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在上海 他困难到生活不下去 简直是潦倒 走投无路 在这种情况下 后来有一天还不能死 一个人不能这样 我也是死了 我家里母亲怎么样 我还有这么说 弟弟妹妹怎么样 对于困窘的徐悲鸿来说 他缺的只是一个 被人看见的机会 在走投无路之际 徐悲鸿向上海审美书馆 汲去了一幅自己画的马 那就是他生平的 最苦的时候 一点名都没的时候 画的马 当时主持上海审美馆的是 高齐峰 高健赋 岭南派的两个大画家 接到那个投稿以后 给他一个评价 他们也是伯乐 他们里面说 虽骨之寒干 未能过眼 就你现在给我们 寄来这匹马 就是拿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画家 画马的名家 寒干 来比 他都比不过 你这匹马画的 你想想是多高的评价 对他会有何等的质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